前前后后杀了三个人 却还是没有任何悔意 简直是泯灭人性 她的心到底有多么的狠呢 春博的乡镇 有一名八十多岁的阿嬷 一如往常 她牵着牛去吃草 但是到了该回家的时间 阿嬷还是没有回家 原来出事了 阿嬷无辜遭人杀害 到底是谁这么恶毒 对八十岁的扰人家下手 不过当时始终逮捕到人 十年之后在台北市市里 又再发生了另外一期的 相师命案 两起案件看起来非常遥远 但是竟然很有关联 一位凶手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就是他张仁宝 而且不只是这两起命案 原来张仁宝他身背三条人命 根本就是个连续杀人犯 绿油油的农田单纯的地方 没人想象得到 一起恐怖命案即将再者发生 苗栗厚龙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纯朴的地方 然后那边的人他们都是乐天之命 一名八十多岁的农夫 也就这么单纯的住在这儿 他的生活日复一日不曾变过 那有一个老妇人八十几岁 她平常作息非常正常 早上会牵着她的牛 大家知道乡下地方 他们是日出而坐日落而行 然后中午的时候 她会回家吃饭 不过这天时间到了 家人怎么等却等不到她 然后那一天中午呢 阿嬷没有回家 家人当然很担心 到底发生什么事 心灵满事不安 循着平常阿嬷出门的路线寻找 没想到得到的是这个结果 她的死状 她死亡了 但她死状极为凄惨 到底怎么了 单纯的阿嬷到底是谁狠心下手 而且不只是其杀人命案 凶手实在太狠毒 不只 她还被性侵 所以说八十几岁的老夫人 还被性侵 然后身上的金氏通通被抢走 所以她被生前遭受到一个 非常非常惨无人寰的一个虐待 先被性侵后 又被杀害 然后身上的金钱又被抢到 人神共愤 究竟谁是披着羊皮的狼 对着老人家下毒手 而且那个方法 又觉得实在对老人家来讲太残忍 她没穿法没穿过啦 不敢出来寄人 不敢出来啦 她在生前到底碰到多惨痛的遭遇 任谁也无法接受 一想到家人心就痛 为了让阿嬷能够安息 当然得把嫌犯逮到 不过在那个年代 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民国82年 当时候的警方的办案 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这么先进 所以这个案子遇到的难题 甚至警方当时候还把全村的男性的DNA 通通来做一个鉴定 那经过法医他这个检验之后 他们把检体送来我们刑警察局 那时候我们是在法医室 那时候的老板是杨志松 杨博士 然后我们经过鉴定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确实有发现到精力的这个细胞 那我们也抽了DNA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关键性的物证 监视器不普及线索有限 起码该做的 警方努力去做 当时这个证据呢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个关键证据 苗栗县警察局 他们也很用心地去侦查 他们把当地有地缘关系的一些人 真的人家同意之后 取得他们的拖曳检体来去做比对 那我们比对了 大概我印象中快有一百个人 快把整个村子翻过来了 还是一无所获 比对没有结果 甚至苗栗厚龙旁边有一个军营 他们曾经考虑要不要对 里面的军方的人员也做DNA 妇人遇害地点距离营区很近 当时警方一度怀疑是军人犯案 不过都找不到证据 找到都没有了 说平啊 你去逆平啊 这样也有关系啊 他不然这边啊 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真相大白 什么时候才能还给阿嬷一个公道 让他暗息 我也一直就记得这个案件 因为老阿嬷被害的状况 应该是所有的侦查人员都义愤填膺 怎么可以对一个这样子一个 淳朴的阿嬷做这样残忍的事情 所以这案子我一直摆在心里 大家都想为阿嬷尽一份心力 不过在这段时间 始终无法揪出凶手 总不能一直停留在这儿 于是命案变成冷暗 一成绩就是十年 直到这天 一起发生在士林的相思命案 让阿嬷的冤露出破案曙光 台北市士林这个社区 怪事一连串的发生 淒厉的狗叫声让人心里发毛 还不只如此 一开就水塔就跳掉了 结果昨天更严重 昨天开马上跳掉 一直开一直跳掉 没有水就是讲说 都没在那儿修理 任谁也料想不到 在这背后藏的竟然是一起命案 提水我们第一个就是什么 水公司可能你要去问水公司 第二个就是什么 你要上去查看水塔 到底发生什么事 结果上去查看水塔的时候 发现了那个行李箱 被杀害的这个女子 被卷须藏在这个行李箱里面 然后丢弃在水塔 那些人讲奇怪 你怎么闻到那股臭臭味道 旁边也太息 那些人很奇怪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老天有眼 因为停水 所以我们请人上去查看 查看了之后才发现 怎么会有一个奇怪的行李箱 或许正是冥冥之中 一股力量揭开命案 死亡的这个女子 她是被整个人塞进去 行李箱里面 然后丢弃在水塔上面 两个水塔之间的缝隙 尸体出腹相验是 左胸口有一把 有那个刀子刺伤的伤痕 那至于其他的这个 没有明显的外伤 死者是一名42岁的女子 救助在公寓里头 他本身就是有绝症的人嘛 他有红斑性狼窗啊 他如果说自然的往生 我们当然也会说他解脱了 但是今天不是他是被人家 让人那么狠的这样活生的人 把他杀死 怪有红斑性狼窗 他平常很少出门 不过怎么会在家中惨遭杀害 还被残忍弃尸 警方寻见追查 问了左邻右舍 发现死者不是一个人住 他还有个同居人 不过就在这么关键敏感的时刻 同居人张仁宝竟然离奇消失 被列为重要嫌疑人 警方锁定张仁宝之后 转开一连串的追查 但是或许张仁宝自知难逃法网 这一刻他出面自食 他顾金节当天的中午 两人因细顾起口角争执 甚至之后这个嫌犯 张仁的嫌犯叫拿水果刀 猛刺被害人胸部删刀 是被害人当场死亡 他们两个吸毒之后 一言不合两个人吵架 那吸毒的人最怕什么 最怕被激怒 同居住处变成了命案现场 当时候这个女朋友 对这个张仁宝说 你是一个没路用的男人 就骂他说这个没有录用 然后也没有办法赚钱 就是当兵之后十年 他是二十岁当兵 当兵之后十年 怎么现在还是一无是处 这时候张仁宝没有办法接受 直接又是以类似的方法 用这个菜刀 刺向这个他女朋友的心脏 女朋友最后也因此而死亡 这一刻 女朋友成了他杀害的人 也因为这起命案 张仁宝的DNA终于有了见到 杀人罪 重伤害等等重罪 你的所有DNA的资料都要被见到 92年的时候 根据去氧核糖核酸采样条例 这个张仁宝他涉及了杀人案 所以他必须要建立DNA档案 所以当时士林分局就把它就采样 然后送进来我们实验室来做比对 这一比对跟十年前 阿嬷无辜惨死的命案 DNA完全吻合 这一刻沉寂十年的冷案 终于得到答案 他当时他是在苗栗的后容 就是案发现场的附近 服兵役 而且案发的当天 他的勤务 他就是一个钢绍勤务 然后他是下了钢绍 然后就是 就是下钢绍的那个时间点 就是发生那个左右 就是发生这个命案的什么时间点 所以就变成说地缘关系吻合了 然后他的这个时间也是吻合的 你的伯伯寻合 你的叫醒不不让话 你的指教我 好酷喔 十年前在苗栗杀了老农妇 十年后在士林杀了女朋友 张仁宝的心到底多么的狠 但是没想到 他身背的不只是两条人命 这个张仁宝 他这一辈子犯了三个杀人命案 可以说是这个法律都不容 老天都不容 他在82年杀害了苗栗后龙 80岁老妇人命案之后 在隔一年民国83年 他竟然又在犯下了一个杀人命案 这个被害人是他的妈妈的同居男友 因为一言不合 他直接就把他的杀害 前前后后杀了三个人 年纪轻轻却是丧心病狂 吸了毒注下大错 毁了自己一生 破碎别人家庭 2004年是死刑定验 但是当时候法官在审理的时候 他竟然对法官讲了一句 大家一般人听了 完全不能够接受 他就说 他当时候是20岁的时候 他犯了第一个命案 他对法官说 我有跟20岁女子有过亲密接触 我想要尝试看看80岁老妇人 性爱的过程的感觉是怎么样 所以这是一句完全天怒人怨 毫无悔意 泯灭人性 甚至说出这离谱的一段话 张仁宝被判处死刑定验 至今十多年过去了 他人呢 仍然在台北看守所 像这样的人又犯刑确定 并且死刑定验已经十几年 应该要执行 否则我们想 他的所有的被害人家属 包含老妇人的家人 他的小孩子他怎么想 他的妈妈 一个80岁的老人 死状奇惨 死的时候是不得安宁 还被性侵 这个如何能被接受 然后他的这个 他的妈妈 就是张仁宝的妈妈 他的同居男友 也因为一言不合 也被张仁宝杀死 被害人家属 他们的公平正义在哪里 我们希望这个法律 应该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公平什么时候来临 正义什么时候落实 或许等到张仁宝走上刑场 面临枪决那一刻 才能真正的还给死者家属 一个公道 请不吝点赞 许多脑 请不吝点赞 许多脑